因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符号 是个符号 所以我不晓得 洪小姐你有没有注意到 过去这二十年 我很少公开来辩护九二共识 民进党一直在打 我并没有特别去 因为我觉得九二共识是一个 第一它是公共财产 已经不是我个人的 公共财产变成 这个二零二五年 二零零零五年开始变成 连战胡锦涛开始变成 国共两党的共识 那么最主要 它是一个符号 符号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喜欢 你可以不喜欢 它政治符号 那么就是意愿的表达 那你不要它的话 也可以 这是一个政治选择 就是台湾叫你要选择 你不要 但是你不要的话 就要有后果 后果就是可能会对话中断 可能会最后军事对抗 那么假如说民进党 不要逼军事对抗的话 它就应该把九二共识 打掉的同时 设计出一个新的替代方案 你把这个桥炸毁了 你应该另外搭一座桥 但是蔡英文这八年 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努力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的判断 就是说这个事情就充分证明 蔡英文是真的是要搞台独的 我就是要跟两岸跟大陆脱钩 我台湾跟大陆脱钩 政府跟政府脱钩 老百姓也跟老百姓脱钩 这个贸易不得不来往没办法 人不得不来往没办法 但是暂时的我让你捡到最低 所以这是就是台湾跟大陆 这个蔡英文那个台独的倾向 我觉得是太清楚了 那我现在很担心 赖琴德假如他继续这条路的话 那会加快这个 这个怎么讲 统一的步伐 李大为 当然我们以前都是老朋友了 但是他现在这个说法 我看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新的 他是说现在已经超越了 超越了两个区 他不好意思说两个国了 所以他就超越两个区 实际上这种说法都已经没有用 我基本上觉得 民进党现在要 要做这些努力 可能还有点太晚了 太晚了 可能还有点太晚了 因为因为赖琴德啦 什么蔡英文啦 民进党现在大部分的基因 这个基本上已经定性了 定性了 就是说大陆已经看你们 就是你们就是就是这样子 你们就是民毒 大陆甚至于说国民党是暗毒 所以整个台湾大概不是民毒 就是暗毒 所以变成就大陆变成 那我没有选择了 那赖琴德现在假如要把民毒 把它转案 转案 还不是只有他 他一个人的那个 演说能够解决 我觉得需要整个民进党 做反省 整个民进党要做反省 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两岸要冲撞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最后台湾的台湾整个丢掉 是我们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发生的 所谓的本土政权执政的时候 反而把台湾丢掉了 民进党自己要做这个思考 那所以现在这个思考的话 你那个要让大陆接受这样的想法的话呢 一定要有个集体性 而不是一两个人嘴巴在讲 因为这么多年 台湾的民主政治 政治人物经常在讲话 讲变来变去 你不觉得吗 今天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时候一个立场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然后不同的形容词在描绘 误实的台独 就变成不是台独了吗 就像这种 那大陆现在已经很烦了 不想听你们这些 这种这种这种话 所以所以除非真的 真的台湾让大陆相信说 我们整个党都改变心意 这个这个这个 从此不搞台独了 怎么样 大家和平共处 这个就是就就才才可以 因为民进党现在 有一个很错误的 很错误的 我觉得很根本 是台湾现在很根本的问题 民进党年轻人 尤其是这样 认为你跟大陆好 不是不跟 就是你跟大陆好 要不然呢 就是你要跟大陆对抗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舔共投降 就是好像 好像这个斗斗斗斗争 抗中跟投降 两个中间 就只有二选一 没有灰色的地带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中间地带 这个神明建党 错误的 所以像我们不主张 跟大陆斗得那么凶的人 就立刻被贴标签 说是舔中 投降 实际上是可以相处的嘛 这个黑色黑白之间 很大的灰色地带 日本人难道喜欢大陆吗 我不相信啊 跟日本人跟大陆 不是也好来好去 访问来访问去啊 贸易啊 这个谈判啊 什么这个都都有啊 台湾台湾就就 不会学日本吗 台湾就非要对抗 然后两极化 逼着你非选不可 然后这个你不抗 你不抗中的话 你就是投降派 那么你就是在地协力者 这又是新的名词了 这要准备扣帽子了 在地协力者 就这种心态 他就不会处理问题 他只会斗 只会斗 就大家跟我一起来斗 那我心里想 台湾有多少人 要跟你这样斗啊 对不对 你有本钱斗嘛 这个台湾有什么本钱 跟人家斗啊 所以这个 可是他已经灌输到 台湾老百姓 好像就只有这两个选择了 不知道人和人 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公司跟公司 难道没有竞争吗 不是斗来斗去 而以我诈 但是呢 这笔交易没有做成 我们下一笔再试试看 总有路可以走 说不定两年以后 我们还要再合作了 所以公司跟公司之间 也是斗争合作 斗争合作 国家跟国家之间 当然也是斗争合作 斗争合作 民进党不是 他就是斗争 没有合作 没有妥协 这一妥协合作 你就是投降派 舔中 再立写例子 这种思维 根本就是错的 这是民进党很大的错误 把台湾到时候会带到 不但台湾 大陆还没打台湾 台湾已经分裂 台湾已经分裂 像我就觉得 我没有要投降 但是我也不要抗中 我就在中间 我们中间 大家可以一直过得更好 对不对 马英九时代 大家不是过得很好吗 连战还可以代表台湾 到APEC去 那蔡英文八年 连战肖万长 吕秀莲 什么时候去了 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陈建仁副总统不当了 他有去APEC吗 没有啊 在那个 马英九的时代 肖万长不当副总统了 他后面四年 他就去APEC 在国际上 跟美国的奥巴马 总统握手 什么的 那民进党 做不到这些事情 所以那有投降吗 马英文 马英九没有投降 马英九有填过吗 他也没有啊 所以换句话说 大陆的问题 两岸的问题 是可以处理的 可以和平处理 可以有技巧的处理 但是民进党没有技巧 他就只会斗争 他就内斗国民党 外斗中共 这是他的存在的 这个 他这样才有 才有在国内 才能够煽动情绪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